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中成 我今天跟各位聊个话题 吴中成为电影工作室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很喜欢摄影 那时候要用单眼相机的时代 不是现在电子的单眼相机 是机械式的 机械式跟机械电子式 以前就是那个时代 以前喜欢玩摄影 所以我对摄影很有兴趣 之后我想拍拍影片之后 我说拍影片的人会 导演这些人一定都是玩摄影出身的 因为他要知道镜位 镜头的位置 还有那个背景还有那个打光 这些凡指种种 都是那个摄影的基本技巧 所谓的镜位是角度 角度不管是抚养或怎么样 那如果是运动的话 那还有还必须要 要看是水平的扫描 还是纵向的抚养 这些都是角度 简单讲就是角度 还有背景 你要紧身要拉多远 等等你的主题是什么 这些凡指种种都是摄影的 摄影是一个静态的 一格一格的 那影片不是 影片是动态的 动态的它其实也是 也是一格一格组成的 简单讲就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看 因为傻瓜相机出现 它自动会测光 自动会调速 自动会对焦 所以你只要对人那边 像比如说你在观光地区 你拍摄的时候 人家请你帮我拍一下 好OK 它会跟你讲说 要这样子 竖的或者横的 取向 取近 然后再来就是 它自动会测光 所以你不用去 像以前单眼相机 要调这个焦距 焦距快门速度 光圈 那 这些东西 你拍完之后 他一定是 对方一定是拿起来 看一下 满不满意 如果他满意的话 就OK 不满意的话 叫你再帮他拍一张 通常的话 我们一般 输一项就没底片嘛 所以就直接拿起来 就啪啪啪 帮他连续拍几张 不同角度 或者不同 稍微微改变 或者中间在拍的 一刹那之间 他什么可能有 有不雅动作出现 或者是不雅的表情 那这些东西就再拍嘛 连续拍 那厉害的人就是 不用跟对方照会 就直接 再来一下 再来一下 那就OK 然后中间去选 选你要的 简单讲就这样 那个措施的机会很少 可是当你是专业的 当你是专业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拍 我们现在要拍 拍影片好了 那那个所有的摄影师 来应征的摄影师 我所谓的来应征 就是说你是专业的 他要考你啊 考你什么东西呢 以我自己来讲 第一人称 我就比较快速了 因为我考过很多人 都不及格 哪怕是那个专业的 那个科系 修过摄影的人 也都不及格 为什么 因为我有特殊要求 首先我们现在来讲一下 就是健美的比赛 各位一个摄影师 必须要对形态非常的敏感 而且要非常的有兴趣 他才会去研究 研究各种摄影杂志上 都有各种的表现 还有电影 你必须要喜欢去看 我现在专门讲 挑一个来讲 挑一个就是健美 就是一个人 健美的人 他每天都对着精子里面 比划 你看一下李小龙的电影里面 他常常把他的针帽机亮出来 还有扩背机 然后他常常会把他那个手 其实是以李小龙 一百七十多公分 体重六十几公斤 以他身上的肌肉 谈不上很美观 只是有点奇怪 那再来就是 他是一个体脂率很低的人 也就是他身上的脂肪比较少 非常的少 他的胸肌也不是非常突出的那种 一条一条的 那个像诸如此类 可是李小龙是一个懂得镜头的人 他知道要拍什么东西在镜头里面 比如说阿诺史瓦辛格 或者是席维斯·史特隆 他们拍电影的时候 好莱坞的电影摄影师 他们是专家 他们研究过很多的 所以他们会利用什么呢 就是今天讲的重点 我考这些摄影师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说 你可以看看我的肌肉 我现在肌肉不很明显 但是我以前有练过 我现在请你帮我拍 拍几张照片 我把衣服脱掉 你帮我拍几张照片 我现在的腹肌不是六块 是一大块 跟猪八戒一样一大块 请你帮我拍出我 我非常非常魁梧雄壮的 那个那个 定格照片出来 那他们就 一看就知道手脚 马上两三分钟 你就可以剔除不要的人 基本上都被剔除了 因为他没有生活经验 他的观察也不细微 为什么 因为健美先生在比赛的时候 他们在后台 要把身上涂上一层褐色的油膏 那个褐色的油膏 因为你的皮肤如果很白的话 他那个光线打到身上的时候 他的那个那个光影效果很差 但是你涂上一层褐色的这个油膏的时候 光影这个油膏有油 会反光嘛 那你光线打上来之后 他的肌肉就是突凹有致 这个很明显 不管是男的女的 如果你要强调肌肉线条的话 像我这样子的肌肉线条 如果是一个很好的摄影师的话 可以把我拍成像 像阿诺斯瓦 当然没有那么雄伟了 阿诺斯瓦辛格 或者席位置史特隆 第二个 我顺便再讲一下 李小龙 他拍电影的时候暴毙的原因 当时 这是在40多年前 我高中毕业那年 民国62年 高中毕业那年 他突然去世 突然暴毙 当时在那个杂志上面 就这样子 这样报道说 他们这些 跟他一起拍片过的那些人 对他说 拍那种武打片 就跟真正的武打一样 跟剧烈运动一样 你要事先要什么 要暖身 要流汗 就像健美生生 在比赛的时候 他在后台 他都要做暖身运动 让他的肌肉 显露 一般我们平常 不在用力的时候 任何一个运动员 不用力的时候 绝对不是肌肉粪胀 他一定是松弛的 一定是松弛的 要成松弛状态 你才能发力 如果你是成紧张状态的话 他就不能发力 因为他已经紧绷了 这是运动城市 做任何一项运动 哪怕是游泳 踢足球 干什么干什么 全都要做暖身运动 否则你容易受伤 李小龙演那个 演那些武打片的时候 其他的武行 通通都先做暖身运动 等他 结果他每次都来得很迟 据说他女朋友太多 日理万机 身子被掏空了 他来了之后 因为大家等他很久 所以他也不好意思 马上再去做暖身 再做什么东西 据说他一直用一些电极 夹到他身体的某一些肌肉 让他自己在那边跳动 用电极刺激 使得他身上流汗 就代替这个运动 代替暖身运动 可是因为你的肌肉 不是这样拉伸拉伸拉伸 才产生的肌肉的 那个记忆 而你是用电极夹住 让他自动在那边跳动 跳动跳动 跟这个是两码式 虽然最后效果也是流汗 肌肉也可以显露出来 但是呢 违反了生理的法则 生理的法则是自然运动 这是以前他去世的那个时候 40多年前人家对他的评论说 他用了很多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另外还有吃药 反正我常常强调 练健美的人吃药都是早死 简单讲就这样 不要吃任何的药 你就正常锻炼 那李小柔那个例子就是一个典型的 刚刚讲过 一个摄影师就是说 当然你也可以叫这个人到先在摄影之前 你叫他去拿哑铃啊干嘛 做健身运动之后 流了汗之后 肌肉开始隆起之后 自己觉得照镜子很满意 好OK 来现在来拍摄 这就不是技术了 技术就是这些人不用 他已经有的架子 你可以把它拍得非常的强壮 强壮是一种 另外一个是老 老人的特征是 除了皱纹以外 头额上的皱纹 眼角鱼尾纹 还有这个藤蛇入口的这个纹 就是所谓的木偶纹 西洋人叫木偶纹 因为木偶雕刻嘴巴会动 所以这边都是裂开 木偶纹 另外一个很容易看的 就是这个脖子上 脖子的皮跟火鸡一样 其实这些东西 你要拍一个人老的话 很容易 不用化妆 你只要把光线 打光的角度改变之后 你就会把那些老人的象征 通通都排出来 乃至于他脸上如果有老人般 那更容易特写 还有他皮肤粗糙等等 皱纹 你从不同的角度 利用光影的关系 就可以显出老态 另外也可以用光影的关系 刚刚讲说可以显现肌肉 也可以显现这个人很年轻 很神清气爽 实际上他本人还是那个人 像雷根当选美国总统的时候 已经七十几岁了 美国最老的一个总统 他鸡皮合法 所以美国的那个政治漫画家 常常把他画成一个 一个招老头子 他自己在公开上也自我揶揄 比如说请各位这个手下留情 不要再糟蹋这个老头了 那雷根 因为他以前是水上救生员 他身材很高大 但是他的那个裁缝师 给他做的西装都是肩膀特别宽 特别宽 另外是他每次到大卫营去休假 他都要骑马 这些都是让美国民众相信 他说你是一个虽然你的年龄已经进入古稀 可是呢你的生理状态仍然维持很年轻 凡此种种的形象建立 都是要靠什么 靠化妆师嘛 所有化妆师不是跟你图图抹抹 不是 就是这些摄影师跟这些 官方的这些拍摄的那个照相师 还有服装这个裁缝师 这些人帮你打点这些行头 使得你看起来神采意义 然后上镜头的时候光线一打 我记得台湾有一个女的一个主持人 她主持一个政论节目 她要求那个 主持一个新闻节目 她要求那个摄影师打光 那摄影师就是不同意 她叫那摄影师从哪个角度拍 摄影师就没有这样做 她火大了 她锯拍了 她说这个不干 另外一个更有意思了 另外一个 她那个打光从上面打下来 使得她有眼带 显得很苍老 像老巫婆一样 她秩许是台湾美女的一个人 结果 她几经跟这些工作 现场工作的人 这个谈判 因为那些人不是她受雇于她 是受雇于那个公司 她也是这个 她也是在这边 这个借用人家的这个场地 等于她也是受聘了 她不是老板 所以那些人没有听她的话 她火了 她就拒绝做这个节目了 就推掉了 结果就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 其实在出现的时候 也没有太多改善了 要靠那个很厚很多的粉底 像是那个墙壁一样 白色的粉底也打得很厚 像她每次要上妆卸妆 都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其实我像我的影片里面 我从来没有化妆 从来不需要 而且我也不厚制 也不剪辑 就是也没有脚本 所以直接就讲 但是我看到很多年轻人 都已经学过摄影了 但他们漫不经心 可能直接混了几个学分 通过就OK了 这样是找不到工作的 找到工作 你必须要很有耐心的去看什么 色彩文理 还有光影 这几个重点 我刚刚讲了 这个肌肉的隆情 还有这个人的年老 什么这些玩意 老真是有什么 有纹理还有色彩 另外最重要的是光影 光影的关系 可以建立快撞的 快撞的阴影 这些 这些 李小龙就很懂这个 所以看李小龙电影 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他很重视这些 每一个cut 每一个镜头 他都非常重视 刚才讲的那些例子 我想如果说各位对这个摄影 有兴趣的话 就不妨就好好研究一下 今天我再聊一下 就是在 几年前吧 大概四三四年前吧 四年前 四年前 很多人以为说 眷层都要被拆掉 所以很多摄影师都跑到眷层里面 来寻宝 拿着这个大炮小枪的 望远镜头什么 来我们眷村里面来拍 他们想拍的是招老头 在屋檐底下打盹 结果他没想到 到了我们家 望远村 153号 一看 他说高手在民间 碰到我 墙上画的那些东西 又是飞行 又是骑马 又是风浪版的 还有武术 他非常惊讶 那惊讶 那惊讶 那我就跟他讲 你尽管拍嘛 反正这个就是这个墙 外墙 你就尽管拍吧 结果 我知道 至少 我知道 就有两个摄影师 都是在台湾有名的摄影师 都得了奖 拿了这个得了奖 因为他没有在开课嘛 所以他放那个照片给人家 同学看的时候 引发了人家坐那个 12人坐的游览车 到我们那个厂 到我们村子里面 依次来 来十几个人 也是在那边拍 看到我 很面熟 因为我不认识他们 一看到我就要跟我合照 因为他们 我说你怎么 你怎么知道 他说我们老师就在 就拍过你啊 得奖 就是拍我们家外墙 后来我看了那个照片 因为那个人来的时候 他给我的名片嘛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你那个你的照片能不能跟我分享 他说我给你分享 但是版权是我的 你要这样用的话 你必须要注明说 这是谁谁谁的摄影作品 我说同意啊 因为我懂得出 著作权法 我当然要那个遵守 结果我看他的照片 一看我吓一大跳 他的照片 就是把我们 我们家的墙壁拍完之后 他在他在那个后置里面 大家都知道数位相机 你可以在后置调色调 还有调那个明暗 调很多种的 刚刚讲的那个色调 还有纹理都可以调 他把那个很 就是很很普通的墙面 我上面画一匹马 用白漆画了一匹马 他把那个照片一弄出来 那个红那个砖头 红砖 各个都鲜艳欲滴 再来就是那匹马 像一只活的一样 从巷子里面冲出来 哎呀我一看 我说真是难怪你是大师了 我都拍不出这样子的照片了 因为我现在数位相机的单影相机 我没再玩了 因为以前玩这个 年轻的时候玩那个 Nicone Canon的 那个镜头不能互换 所以我有两套 都放在那个防潮箱里面 放到那边 我不再用了 因为那个是胶卷的 自从数位之后 我就没再买 我现在用的就是普通的DV 那个解析度也就到 就一般般 但我一看到他那个之后 我就因为他拿了相机来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 我看到他那个 因为我以前玩相机 所以我知道他取景的 各什么 因为这些东西是我画的时候 我都有 我都已经设计好角度 但是我没想到 我是第一创作 他是第二创作 就是我画在墙上的壁画 他把它拍了之后 那种立体感跟那种生活 鲜活感 就比我的预期还要 还要来的精彩的多的多了 因为那个墙久了以后 那个砖墙 久了之后 他有时候 那个水泥会剥落 水泥会剥落之后 他那个墙体 显得有点凸凹 凸凹有点变形了 简单讲 就是有点凸起来 凹进去这样子 凸凸凹凹凹的感觉 他就利用这样子 一个侧面 从一个侧面拍了这样之后 他利用在暗房里面 把光影重新调过之后 还有色调重新调过之后 使得那个墙非常的立体 那我上面画的那种东西 就是用油漆 用油漆刷子 用白漆画的 徒手画的 但是我画的那匹白马 经过他这样一调整之后 好像是一个立体的一匹白马 从巷子里面冲出 难怪他得奖 听说他得了不少奖金 还有我家的大门 这些我想这个台湾玩摄影的人 应该都看过 因为那两位都是大师级的 名字我就不在这边帮他打广告 反正就是 我见过能人 能人 能人 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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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就是摄影的专家 因为我常常看这些年轻的小伙子 学校刚刚毕业的时候 想要应征这些什么 你要应征这个工作 如果你想要跟这个摄影师当学徒的话 你要在他后面仔细看他怎么操作 怎么操作 他的取景各方面 还有后置 他后置他是怎么样做的 所以你看那些拍电影的时候 那些导演 他只要跟那个摄影师稍微讲一下 我这一小节我要拍些什么东西 那个摄影师就知道该钻的地下 还爬到天花板上 或者是从个人角度 或者是要用扫描 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是特写 等到他拍完之后 他用数位马上就可以看了 导演一看之后 马上跟他讲说 再增加几个镜位 怎么怎么样 然后他立刻就会行动 那个每次拍电影的时候 你看那摄影师都穿的 都跟那个什么 都跟游民乞丐一样 因为他有的时候要钻在地下 有的时候要爬到天花板上 所以他可能就穿个短裤 穿个背心 光个脚 就在那边做这个 因为他必须要很灵活 镜头里面不会出现他 所以这个这就是艺术 艺术就是要追求完美 那么因此我就 我从这个例子里面 我看到很多的这些年轻人 他没有人指点他 所以他都没有 都没有学到真水 哪怕要混了学分 混了学历什么 都没有用的 真的你要了解某一个 你的被摄物 就是你要拍摄的那个东西的特性的话 所以会分成有商业摄影 人体摄影 什么什么东西 婚纱摄影 等等等等 凡指种种都是他有一个特色 我今天只是举李小龙的例子 举一个武打的例子 就是线条 肌肉的线条 连那个健美先生 他对的镜头 对的镜子里面练的时候 在涂抹这个油膏的时候 他都懂 哪怕他是一个文盲 他都懂这些东西 他都懂得如何要展现出他那个肌肉 健美先生比赛上 每次都要 就指定的几个姿势之外 还有自选的动作 就是他要展示他那个最美的那个肌肉 最突出的肌肉 等等的 另外其实健美他也不是说你的肌肉很大 打的像那个像那个像那个什么那个 激情的样子 而是他要美 他的那线条要美 才叫健美嘛 而不是巨大嘛 因此啊 那个我今天跟各位闲聊一下 吴忠成为电影工作室嘛 这里有拍摄 既然想要做一个东西就把它做好 做好就是要深深深入研究 这就是以上吴忠成跟各位分享的摄影 因为我看了太多人在那里啊 背着一大堆镜头在那里 虚映故事啊 那是骗人骗警的意义 好好的定下来 仔细看看人家怎么拍的 他拍的重点在哪里 他要表现的是什么 你甚至于你跟内行的人不用问 不用问李小龙说你要表现什么脊软 李小龙自己控制镜头啊 但是习维斯斯特隆跟阿诺斯瓦辛格就是要有那些人 因为阿诺斯瓦辛格是18岁就得世界健美冠军了 所以他很多的定格照片 他都知道要怎么样展示他的肌肉 可是摄影师你根本不要问他 你如果问他 他可能马上叫你get out 滚蛋 因为你就要先学会这些东西 这才叫power 就是专业 以上吴忠成跟各位分享 谢谢